一台机器代彩加个一张 给你拿配件包邮,还给你处理售后 他涂啥,他真啥呀,他有毛病吗 还是跟兄弟们聊一聊代彩费的这个事情啊 兄弟说我 加三张太贵了,人家哪里加一张,加两张就行了 我只能说呢 大家享受的服务不一样 好吧,特别是 买卡贴机的兄弟们 最重要的就是售后嘛,对吧 近期早上这两天看我直播的兄弟们都知道 直播间来十个条卡贴的基本上有七个八个是没有售后的 什么意思 你没付款之前人家跟你聊得好好的,你付款之后手机到手了 用着有问题了出问题了,以读不回 这两天有关注我直播间的兄弟们,那肯定知道 是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再拿一点来说 前天大前天有个兄弟 四传的兄弟找我拿了一台15128的卡贴机 他当时跟我说 哥你能不能加急给我发货 我这个没手机用,我用的是平板很难受 我说兄弟行 他当天下午给我打完款之后 我下午拿完机器把他送档口 改开了档口,因为当天去的可能稍微有点晚了 快八点钟的给机器给他 当天的刚好 改卡档口的机器太多了 忙不过来 然后晚上我等了一晚上师傅的消息 等着师傅什么时候给我发信说 好了 我什么时候过去拉 足足等了一晚上 但是确实没办法,机器太多了 人家师傅忙不过来 拖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才给这个兄弟弄好了 给他发了货 我说兄弟确实不好意思 我等了一晚上 但是人家档口的 维修师傅改革师傅确实忙不过来 理解一下 然后这个兄弟也是 这个兄弟也很好说话 他说没事弄好就行了 然后 我给这个兄弟补充了一个蓝牙耳机 确实是答应了他 但是呢 没有干好 很不好意思 对吧 就来这一点来说兄弟们 你相信我的兄弟,我永远把你放到第一位 是不是 或者说你觉得 加赛商确实太会了 你找人家档也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不影响 好吧 我不会因为 这个代彩费去降低我的服务标准 也不会因为 其他 其他的同行去卷 而且降低我的服务标准 我的代彩费 我感觉这个是我应该挣的 好吧 但是话又说回了呀 那些代彩加个一张两张的那些同行 第一个呢 要么就是给你们去虚报价格 比方说40张拿的货 他跟你说是42张代彩加一张 其实到时候也是三张 知道吧 这东西洋茂出在洋生上 你想一想 一台机器代彩加个一张 给你拿配件包邮 还给你处理售后 他屠杀 他证啥呀 他有毛病吗 啊 是不是 亏本的完美 你会干吗 兄弟们 是不是 有些兄弟就你愿多花一两百 买的就是靠谱 买的就是放心 对吧 也许兄弟 啊 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 也没错 好吧以后我也不跟大家去扯这个 贷贷费的事情了 好吧 就是加三张 啊 我也不会去降临我的服务标准 好吧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下课 我说